Hello大家,我是风云 从凯迪拉克官网火锡,凯迪拉克XT6形成三款车型 二关上,新车将提供风扇板和运动板两种造型风格 其中,风扇板会采用更多的镀子装饰 而运动板则会加入凯迪拉克V-Series元素 包括黑色网状格扇,高亮黑色装饰以及熏黑的尾灯组等等 类伤面与海外版车型如助一则 中国台以黑色为主基调,并包覆了大面积的皮革 8英寸的中复屏幕尺寸虽然不大,但内部配置还算丰富 屏幕两侧和下方双区自动空调的按钮为触摸式的设计 包括CT6在内的多款车型也都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动力系统方面,该车搭载的是2.0T可变高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234码力 风扭矩为350牛米,满足国6B摆放标准 此外,该车的售价区间为41.97至45.97万元 不知道你会考虑该车吗? 从上期通用50官方了解到50红光Plus将于9月29日开启一首 并将在10月正式上市 该车外观上采用了平行举行简约硬朗的设计风格 宽阔厚重的车头造型给人一种情所未有的硬朗感 尺寸上采纹高为4720,1840,1810毫米 轴距为2800毫米 类似设计剪辑,并采用了深浅搭配硬朗感与外观相呼应 高派车型具备8英寸的中控屏幕,激光雕刻仿布纹面板,多功能放线盘,仿皮座椅等 新车先期采用的是2加2加3和2加3加3座椅的布局方式 后续还将推出2加3的5座版本 第三排支持放倒和翻起两座模式 地板采用了纯屏的设计 红光Plus驱动方式为前置后驱 搭载1.5点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47马力 最大扭矩250牛米,满足国六排胖,匹配6MT扁书箱 由华人媒体基于此前曝光的预告图绘制了一张全新一代捷豹XJ的加上图 可以看到,新车整体依旧采用了捷豹家族式设计风格 并在细节方面进行了精致化的处理 例如,其采用了圆角多边形大尺寸前隔山 配合两侧微微散扬且狭长的大灯主让该车看上去十分犀利 同时,下方采用了三段式的进气口 两侧采用了大尺寸一致型设计,颇具动感 车灯侧面来看,采用了6倍的车灯走势 DR倾斜的后部侧定以及C柱带来了更加动感的线条 营造了俯重的姿态 尾部方面,新车采用了贯穿式的LED尾灯主 同时,灯主下方边缘处还采用了凸起的线条进行勾勒 下方排照区域造型以及双边共两处的排气布局 让其层次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而在动力上,该车将会搭载最新的3.0TG66-Engine发动机和电动机匹配等混动动力耸存 提供了约395马力的最大功率和550牛米的峰值扭矩 新车将于2020年初正式发布,其他一下吧 从小鹏汽车官方料理解到 其旗下手广存电动中型车小鹏P7将于2019年广州车展开启预售 外观方面,小鹏P7采用了新技的设计语言 分体式大灯主配合封闭式前隔山设计 让该车辨识度较高 同时,其车头前部与任努弧线搭配两侧凌厉的线条 看起来很有层次感 车身正面来看,其整体线条柔和 并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 在降低一定风度的同时提升了车辆的科技感 尾部方面,其最大的特点设施采用了六倍式的设计 整体校相设计后移 使得新车呈现出类似后驱车型的风格 车尾摸端的上扬还增加了小鸭尾的造型 设程指振方面,新车的成分高达到了4900毫米 轴距为3000毫米,定位为中型车 动力方面将搭载由双电机组成的四驱动力系统 白空的加速可以达到5秒以内 而需要方面,其NEDC需要里程有望在600公里以上 不知道你会考虑改车吗? 从云度官方获悉,该品牌旗下纯电路小型SUV2020款Pi1 Pro远行版 将于今天正式上市 新车在外观类似设计上基本没有变化 依旧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 车灯尺寸为4010、1729、1621毫米 车距为2460毫米 而在配置上,新车配备了9寸彩色液晶屏 同时优化了人机交互系统 此外还增加了APP车辆远程控制系统 动力方面,新车或将继续搭载最大功率为90千瓦的永迟重部电机 匹配3原理电池 并标配了智能低温预加热系统 电池容量或将与现款执行保持一致为51千瓦时 使该车NEDC综合水量里程超过430公里 相比现款小幅提升 对该车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订阅关注微角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